好,在生死段位开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课文部分 首先呢,先看看这个题目 题目叫Matterman 马特霍恩山区人 其实呢,就是马特霍恩丰的登山者 他为什么没有Matterclimber呢 用Matterman 这两个字放在一块 第一个简洁,这个man比较简洁 第二个重点也是为了押韵 Matterman 这是押韵的,都是押手韵嘛 都是m,m开头 好,咱们先看看第一段 先看第一句话 Matterman alpinists try to climb mountains by a route which will give them good sport And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the more highly it is regarded 这个第一句话比较长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还是两个并列句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句子 中间呢,一个连词and的连接 就第三行最后这个and的连接 上下两个并列句 那个第一个并列句的主句说呢 modern alpinists当代的登山者 怎么样 try to climb mountains by a route 是从通过这样一个路线来登山 这个alpinist就是我们说的 mountaineer或者mountain climber 为什么用alpinist这个词呢 因为你后面出现了mountain 还要出现climb 如果想象的modern mountain climbers try to climb mountains 这就太别扭了 重复的词太多了 你就算用mountaineer后面要mountain 但是alpin的这个词呢 避免了跟后面这个重复 对吧 这是这个避免出现同根字吧 这个读起来更舒服 这个是这么一个用意 试图登山怎么样呢 by a route通过这么一个路线 什么路线呢 后面再来定义重句 which will give them good sport 能够给他们很多乐趣的这个路线 当代登山者追求的是路途中的乐趣 这个sport在这不是体育 而是表示乐趣 fun amusement 好 引出变成句 并且怎么样 and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the more highly it is regarded 并且这个路途呢 要是越困难的话 越艰难的话 这个路途就越被大家所看中 就是越艰难的道路 大家越越去挑战它 为什么 因为当代登山者 已经没法追求这个征服感了 大多数山峰已经被征服了 但是现在追求的是登山的这个乐趣和挑战 这个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越怎么样就越如何 那么在这个剧情中 一般来说前半剧是从剧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相当于一个条件中于从剧 如果这个路途越困难的话 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路途就越被大家所看中 是这么一个 所以前面是从剧 后面是主剧 是这么一个结构 但是这个越怎么样就越如何 这是重点剧情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讲解 首先看看里面一些词汇表达 第一个当代的 这是咱们写作高频词 当代的学生 当代的中国人 经常在写作中用到 当代的用modern这个词是可以的 但有好多替换 咱不能惯会一个词 比方说咱看几个常见的 除了modern之外 我们可以用modern day present day todays 或者在后面加一个of today 就行了 当代的中国人 modern chinese modern day chinese present day chinese todays chinese chinese of today 都行 中国人chinese 单负同行 不能再加死了 这是表示当代的 还有一个大个儿的字 也可以表示当代的 当然它也可以表示同时代的 都行 这是多一词 表示当代的呢 是没问题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就是temporary 临时的 暂时的 在前面在这儿con 它可以表示当代的 或者是同时代的 这个指人 指事物都行 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当代的中国人一样 可以说contemporary chinese 也行 或者指事物也行 你看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朗文当代英语字典 这是当代英语 contemporary english 这个也行 这是当代的 当今的 好 当今的登山者 我们说了这个alpinist 用这个词 是避免跟后面那个 mountains climb 这样的词 出现重复 你要mountain climbers 后面用词就重了 当然这个必须都有能力 作为这个基础才行 你不会这个词 你明明知道重 也只能重复 那么试图登山 by you 通过这么一个路线 什么路线呢 看定义从去 which will give them good sport 能够给他们很多乐趣的 这个路线 注意这个sport 这儿不翻译体育 也不是体育运动 它是个incountable noun 不可数名词 这个大写的字母you 咱们以后不重复了 就表示incountable 不可数的 表示这词不能数 它表示fun 或者amusement 表示快乐 或者乐趣 注意 是不可数名词 咱们看一些例子 swimming in the sea will give you good sport 在大海里游泳 可以会给你很多乐趣 这个sport在这儿 不可数名词叫乐趣 注意这个good 不能翻译好乐趣 因为乐趣没有好坏之分 这个good翻译的好多的 就像he earns good money 不能说他赚了好钱 是好多钱 这个good相当于a lot 很多的 这个good注意翻译 那么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he tormented the cat only for sport do something for sport 也是固定搭配 就为了找乐子来做模式 tourment是折磨 这是一般过去的事了 他折磨这只可怜的猫 纯粹为了找乐子 非常残忍的家伙 do something for sport 就是for fun for amusement 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看一看 在这个第十八课 就出现这个for sport 我们可以看一看 一百零四页十四 到底十五行 一百零四页的十四行 到底十五行 在这些场合 什么呢 就是当他们就海豚了 把一个失去知觉的人 推到了岸上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他们更有可能是 做这个事 出于什么呢 出于好奇心 或者是为了好玩 为了找乐子 正如他们在追逐船头 离开的浪花的时候 是为了好奇心 或者为了找乐子那样 do something for sport 为了好玩 为了有乐趣 为了找乐子 这个作为固定大飞 可以把它记住 你想本文中呢 其实就相当于 本文中的 which will give them good sport 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 which will give them good fun 或者 give them a lot of fun 看到这个good 就相当于a lot 很多的 给他们很多乐趣的 这个路线 当然要注意 这个good sport 在本文中翻译成 很多乐趣 但如果在 good sport 前面加一个 不定贯词 a good sport 这个不能翻译到 很多乐趣了 因为这个乐趣 sport是不可数的嘛 加一个a 得翻译成 输得起的人 就是在比赛中 输了 认栽 不着急 不上火 不生气 不打人 不周旗盘 输得起的 有度量的人 叫做a good sport 那么我们经常说 hey man be a good sport 这个man 不是男人呢 他是一个口语词 哥们 要有点度量 好不好 不要一输了 马上就着急嘛 就急就生气 你自己记不如人慢 自己认栽了就行了 be a good sport 要做一个有度量的 输得起的人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顺便看一看 如果是输不起的人呢 一输球 马上就生气 就打架 我们叫做 我们大声那边 a bad sport a poor sport 就是输不起的人 没有度量 那么指这种人 还有一个是 这个称谓 叫assure loser 也是输不起的人 一输球就耍赖 这种人 我们再来一遍 assure loser assure loser 就是也是指输不起的人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著名的走遍美国 这部口语教程里边 就出现这么一个词 咱们看是出现在什么场景 是怎么说的 你看呢 他们是 是咋说的呢 就是一开始 这个护士 哄几个小病人在玩 Carol Now you know she read she read 就是字母语游戏 Will you join us 你不跟我们在一块儿玩吗 这个小孩就是 I don't like she read It's for babies 我不喜欢这么游戏 那给小孩玩的 然后说 They're babies 他们是纯粹是小屁孩 然后这帮小孩不好兴了 You're so a loser 你是个输不起的人 根本你根本就不会猜 你说小孩满意儿 咱们的片段再听一遍 You're a sore loser 就是输不起的人 这个顺便可以记住 就类似我们说 a poor sport 或者a bad sport 有类似的这个含义 好 再回到剧中 看后半句 他说 and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the more highly is regarded 并且这路途 这个it就指前面那个root 这个路线 路线要是越困难的话呢 就越为大家所看重 这个在三次我们就说过 the加比较急 在另外一个the加比较急 分别放在两个分句句首 咱们一般反映成 越如何就越怎么样 如果把the加比较急 分别放在两个分句句首 那么一般来说前面是从句 后面是主句 先翻译前面从句 后翻译后面主句 前面这个从句 就像那个条件状语了 如果要是怎么怎么的话 就会越如何 这是一个类似的 那本文中就发现成了 这个路途要是越困难的话呢 就越为大家所看重 是这么一个 但是这个越怎么样 就越如何 剧情中有很多复杂的变化 咱们来看几个更高级用法 首先第一个就注意 在后半句这个主句里面 主句里面 如果主句主语太长 我们经常可以用道桩 什么叫道桩呢 就是如果主句主语太长的话 可以把主句的位移动词 先说把主句主语放在后面 我说后半句的主句 看一个例子 大家注意前半句是从句 后面就是主句 前半句说孩子越小 后面呢 孩子对于睡眠的需要 就会越多 小孩子刚出生 天天睡觉 从句正常语去 主句中 the more 后面先说的是is 为什么呢 主句主语太长了 the child's need to sleep 孩子对于睡眠的需要 这个太长了 所以这用了道桩 当然这个道桩呢 绝对不是必须的 你用正常语去 把is放到句末 也是正确的 但在这呢 用道桩呢 句数更平衡 就是主句的主语太长的话 一般可以用道桩 当然主句主语如果带词 就不能道桩了 因为带词特别短 就不道桩了 对 这时候可以道桩 这是第一个变化 就主句的主语过长 可以用道桩 那么第二个小的变化是 记住 在越怎么样就越如何 这个句型中 如果未动词是必动词 那么还可以省掉这个必动词 当然我说可以 没有说必须 你像这句话中 必动词就没有省略 但是可以省掉 但记住 必须是必动词 甭管主句从句 是必动词都可以省 不一定是两个 都是必动词才能省 有一个是一个不是 那个是必动词的 也能省 而且省也行 不行 这个不省也行 这两个都是必动词呢 省一个留一个也行 两个都留下行 两个都省也行 这个省略是相当明火的 你比如这句话可以改成 这就比较简洁了 The younger the child The more the child's need to sleep 大家发现这句话 没有一个未语动词 但却完全正确 因为被省掉了 但注意 省掉的一定是必动词 还是翻译成孩子越小 对睡眠的需要呢 就越多 就这么一个 那么下面看一个托福考试的真题 看看这句话可以怎么来翻译 另外省掉了什么 The stronger the magnet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lines of magnetic force The加比加级放进手 The加比加级放进手 这是说明前面从句 后面主句按顺序翻译 Magnant是磁铁 磁铁越强 后面那个什么就是越厉害越大呢 The number of lines of magnetic force Magnetic是磁力的 磁铁的 Force是力量 放在一块就磁力 Line是线 磁力线的数量就越多 磁铁越强 磁力线的数量就越多 这句话你发现也是没有微动词 为什么呢 B动词被省掉了 如果写完了呢 是这样一句话 The stronger the magnet is The greater is the number of lines of magnetic force 这个主句中呢 在这如果补上的话 还是用倒装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主句主语太长了 你看磁力线的数量 这个太长了 用倒装呢 避免头重矫情 这么一个 这个两个B动词都能省掉 因为它这个出现是B动词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例子 看看省掉的是什么 The higher the standard of living The greater the amount of paper used 这句话中 这句话中也没有B动词 因为后面的used是过去分词啊 它是后制度 修饰前面那个paper被用掉的纸的量嘛 对吧 所以还是没B动词 被省的是什么呢 只能是B动词 因为在越怎么样越如何中 只有B动词能被省略 补充权了呢 The higher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s 生活水平要是越高的话 B动词被省略了 后面呢 The greater is the amount of paper used 那么被用掉的纸的量呢 就是会越大的 这个里面还是用到倒装了 为什么呢 主题主题是 The amount of paper used 注意这个used是过去分词 修饰前面那个纸 被用掉的纸的数量 就是越大的 后面这个也是用倒装了 因为主题主题太长了 你看B动词可以省略 不省 不省也正确 不省也可以 这个我们再看看 咱们折译写作中的一个例句 咱们折译argument 这个范文中的一个例句 因为李老师 在我们心动朋友在线这儿 也讲折译写作的课程 咱们看里面 有这么个例句 The greater the percentage of such customers The weaker the argument's evidence as an indication of custom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 change 这句话更复杂了 但是这句话你发现 整个没有被动词 The greater the weaker 放在去手 还是先前面从句 后面主句 按数据翻译 这样的顾客的百分比 要是越高的话 怎么样呢 这个argument就是一篇论证了 这个论证的证据 作为什么呢 作为顾客对这个改变的 满意的指征的这个证据 我就太长了 是怎么样 就会越弱 The weaker应该有 它这个是形容词吗 应该有弊动词跟它搭配吗 省略了 大家发现补充权是这样的吧 The greater the percentage of such customers is 注意尽管是customers 但中心词是percentage 所以后面的必动词 等于is不等于r 就是这样的顾客的百分比 要是越高的话 怎么样呢 你把它当作顾客 对这个满意度的指征的 这个证据就会越弱 就是这篇argument的这个论证 它的证据就是会越弱的 后面也是省掉了必动词 但依然我们把后面看到 是倒装好一些 为什么呢 这个主语更长了 The argument's evidence as an indication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chain 好家伙 这一大婆子 明算语 后面用了倒装 就是越怎么样就越如何 第一个变化 就是主句可以倒装 另外呢就是必动词可以省略 还有我们要注意下面句子的翻译 还有个语序问题 这更讨厌了 大家注意这句话 看怎么翻译 I play the better the more I practice 也有the加比较急 the加比较急了 但大家注意 有个特殊地方 是什么呢 前半句里面 这个the加比较急放在句中 后半句把the more 这个the加比较急放在句手了 而且大家发现 这个the加比较急 如果放在句中 没有放在句手的话 这个the定贯词 有也行 没有也行 放在句手是必须有the 但放在句中 这个the可以去掉 大家记住 这种语序里边 一定是后边是从句 前面是主句 翻译时 先翻译后半句从句 再翻译前面的主句 不能倒过来翻译 怎么来翻译呢 我练习的越多 我演奏的就越好 而不能翻译成 我演奏的越好 我练习的就越多 这个从逻辑不同顺 先翻译后半句 再翻译前半句 相当于正常语序的 the more I practice the better I play 这就好理解了 注意 一个陈述 一个道桩 要倒过来翻译 注意 没有第三种 不可能第一个放倒桩 第二个再陈述 或两个都陈述 不可能的 只能是两个都倒桩 或第一个陈述 第二个倒桩 没有第三种 如果前面陈述 后半倒桩呢 那一定是 先翻译后半句 再翻译前半句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在托福阅读真体中 出现的例句 看看该怎么翻译 他说 a compound it considered the more stable the smaller is potential energy 大家注意到 前半句 用的是陈述 the more stable 放在句中了 当然这个说 the加上也行 去掉也行 但后半句 它放到句手了 the smaller 放到从句句手了 说明 这个说 后面是从句 前面是主句 得倒过来翻译 同样 这个从句中呢 省掉了必动词了 怎么翻译呢 势能 potential energy 势能 势能越小 化合物被认为 就越稳定 而不能翻译 化合物被认为 越稳定 势能就越小 后面去从句 势能越小 化合物就被认为 是越稳定 是这么一个句子 再看一些 更复杂的句子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第37课 在四册37课 就是218页 第二段的第一行 最后到第四行 218页 第二段的第一行 最后到第四行 这个句子 这句话比较复杂 从头看 我们对这个事实是如此熟悉 哪个事实呢 后面这个外从就是同一从句 that man ages 人会衰老 这个事实是如此熟悉 这个外从就是干嘛的呢 这个外从就是跟 so搭配的 如此以至于 以至于怎么样呢 以至于人们呢 多年来都以为 这个外从就是干嘛的呢 是做前面assume的编语 都以为什么呢 以为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丧失的经历的这个过程 还有呢 of becoming more likely to die 这个of是跟前面的of并列的 还是跟这个 这个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变得更可能会死 但注意 更可能死用的是 more likely to die 这个前面没有定乎死的了 但加上也行 注意后面 是the older we get 后半句the older 放在分句去守了 但前面那个more likely在去中 说明要翻译 先翻译后半句 再翻译前半句 我们变得越老 我们就越可能死掉的 这个过程 你不能翻译成 我们越可能死掉 我们就变得越老 这个不通算 是什么呢 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 就像一个热乎会冷却 并且一双鞋 慢慢会磨损一样 好 我们整个翻译一下 我们对人会衰老 这个事实是如此熟悉 以至于怎么样呢 人们多年来都以为 我们随着时间 会丧失精力的这个过程 并且我们变得越老 就越容易死掉的 还是这个过程 是什么呢 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 就像一个热乎 慢慢会冷却下来 还有一双鞋 会慢慢磨损掉一样 注意这个地方 发现成 我们变得越老 就越可能死掉 这个过程 这个跟它类似的 还有三册的第55克 你看特别像 三册的第55克 建议大家同时学三册 三册里面好多好剧情 你看这个句子说 A telescope would have to be as far away as the planet Jupiter to look for life in outer space because the dust become thinner the further we travel towards the outer edges of our own solar system 他说一个望远镜 恐怕呀 必须得远达到了木星的这个位置 才能够去搜索搜寻 外层空间的这个生命 这个望远镜必须特别远才行的 为什么呢 because因为 大家注意 thinner是比较急 单放在剧中 后面the further we travel towards 什么什么 the further放到第二个分剧去守了 那说明后面是从剧 前面是主剧 先翻译后面剧 再翻译前面剧 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向着我们自己太阳系的 外面的边缘 行驶的要是越远的话 就离太阳的重点越远的话 是怎么样呢 这个灰尘就会变得越稀薄 灰尘稀薄之后呢 望远镜就能看得更远了 所以整个句子好翻译了 这个望远镜如果要搜寻 外太空的生命的话 那么至少它必须得远达 到达了木星的这个行星 木星的位置 才能寻找外层空间的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向着太阳系的边缘 走得越远的话 那么这个灰尘就会越稀薄 这是望远镜呢 看得就远了 大家看到是不是先翻译后面 再翻译前面 这是越怎么样 就越如何 这个重要剧性的一些重要变化 好 这个第一个 这个重点剧 我们就看到这儿 好 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说 in the pioneering days however this was not the case at all 但是作者说 这个在登山运动的早期 这个完全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前面是个超级长剧 中间又有个短剧 一个简单剧过渡 后面第三句话又是个长剧 长短剧相见 结合 长剧为主 短剧为辅 这个长短剧 错落有致 这个也是巨石的 这个结构的这种变化 这个pioneering days 就是某个运 某个事情 刚刚起步的时候 咱们在词汇中说过 就在登山运动 刚刚起步的时候呢 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当时不是追求旅途的乐趣 当时追求的是征服感 这个里面这个 this was not the case at all 这个可以记忆 这个the case呢 这表示a true situation 一个真实的情况 放到这儿呢 就发现这根本不是实情 根本不是实情 这个后面at all 是跟前面non搭配 完全不是一点也不是嘛 这个咱们回顾一下 这个the case 在三册里面见过多次了 咱们回顾一下 三册的第二十二课 三册的第二十二课 熟记台词 One would expect them to know the parts by heart and never have caused the further Ye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One是犯着人们 人们可能会以为他们 就是这些演员了 早就把他们台词 烂熟于胸背下来了 并且没有任何理由 知之勿接的帮帮旺词 然而 这不总是实情 Ye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就这不总是真的 不总是真实情况 那么我们再复习 在三册的第三十课 幽灵之死里面 出现了另外一个the case No one suspected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one else on a farm who had never been seen This was indeed the case 谁也没有怀疑到 在农场上会藏着一个别的人 这个人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然而这的确是实情 This was indeed 的确是实情 也是出现这个the case 咱们把这几个五星级的剧情 放在一块记忆 写作中可以拿过来 就可以尝试了 就第一个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这完全不是实情 第二个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这不总是实情 第三个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这的确是实情 还有我们常见的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这不一定是实情 或者是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这可能不是实情 这表示推测 推断做判断时 经常会使用 这几个好句型 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第一个 这根本不是实情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第二个 这不总是实情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第三个 这的确是实情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中间加个indeed 第四个 这不一定是实情 这出现个必然 或必定 叫necessarily 注意 英联邦国家 一般都是necessarily 美音中呢 终于会后移 这个 这个音节中毒了 我们大声来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再来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最后一个 这可能不是实情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这几个由 the case构成的固定搭配 写作中是个高频表达 希望大家呢 把它牢牢地背下来 就好了 好 这个句子咱们看到这 看一下就好 第三个话又出现一个长句 他说 The early climbers were looking for the easiest way to the top because the summit was the prize they sought especially if it had never been attained before 这个句子稍微复杂一些 咱们还是先看看 语法成功的分析 他说 早期的登山者呢 是在寻找 这个最容易的登顶的 这个路线 这个豆号前面 可以看到句子的主句了 为什么呢 这because引导原因撞从句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山峰 the summit was the prize they sought 这个山峰 就是他们追求的 这个奖赏 这个price奖励啊 奖金的奖赏 在这什么暗喻的修辞的 比喻 山峰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第四个是定义从句 来修饰前面的一个 price这个损 定义从句 为什么呢 这个后面就 又牵涛了一个条件状语 尤其 尤其啊 如果这个山峰 从来没有被人登上的话 那么他们更希望 能够征服这座山 到了山顶之后 有这个容易感 自豪感 第一个征服 这个山峰的人 会标明史册 所以他们当时 追求的是如何 最轻松的 登上山顶 说明这个目标不一样 当年追求征服感 现在追求旅途的乐趣 为什么 山已经被征服了 你再就征服它 没意义了 你不是第一个征服者了 所以呢 这个黄颜色的是 原音状语从句 里面协定字 是牵涛在里面的一个 条件状语从句 这个划横线的呢 是定义从句 修饰这个price 就好了 好 我们看这里面出现 the early climbers 就是那些早期的登山者 the early climbers 其实这里面 也可以用我们那个 先驱这个字 也可以说 the pioneers 这些先驱们 探索者们 这个也行 就是早期运动的开拓者 用这个也可以 或者我们用pioneer 当定义来修饰 这个climber the pioneer climbers 也行 或者是 the pioneer mountaineers 这个都可以 或者干脆用前辈们 their predecessors 他们的前辈 这个也行 这个在本文中 替换都是精彩地道的 这个用法 前面两个不说了 我们看第三个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predecessor predecessor 这个翻译成前辈 或者是前任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做同样事情 或者干同样工作的人 在这是登山界的老前辈 或者篮球界的 足球界 乒乓球界的 甚至教学界的前辈 都可以用它 这个词叫predecessor 这个本文中 用在这里也是非常贴切 登山这个前辈吧 以前登山的人 咱们复习一下 三册五十六颗 出现了这个词 三册五十六颗 就是河流我们的邻居 你看 sometimes we go upstream to a favorite white water sometimes we have a party at a boat house which a predecessor of ours at the farm built in the meadow hard by the deepest pool for swimming and diving 有的时候 we go upstream to a favorite backwater 有的时候 我们逆流而上 到我们最喜欢的 一个回水河叉 就是河边 那个小湖泊 对吧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一个船屋里边 举行我们的生日party 这个船屋是谁呢 是我们的一个前辈 在农场那个前辈 在草地上建造的一个船屋 这是我们的一个前辈 这个草地在哪呢 我们为了游泳和跳水 所用的最深的那个池塘 旁边的一块草地上 这个前辈为我们搭建了 这么一个船屋 就是亮船的这么一个 是这样一个地方 前任或前辈 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下 predecessor predecessor 就好了 那么本文中说 早期的登山者 we're looking for the easiest way to the top 他们当时寻找的是 最容易的登山顶的这个路线 the easiest way 就相当于the easiest route 但root路线这个词 在第一句话中出现过了 这个way就是刚才的root because the summit 因为这个山顶 大家发现了吗 这个summit 就是比卡这个词 前面那个the top the top就是the summit the summit就是the top 离得太近了 做了一个替换 因为多少钱 不出现的这个the top 是一样的 因为山顶 was the prize they sought 就是他们追求的这个奖赏 这个prize 就用了暗语的修辞 因为没有人在山顶 为他们颁奖 这个prize奖励 是一个比喻 它比喻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荣誉感 自豪感 其实相当于sense of pride 可以表示自豪感 sense of honor 荣誉感 或者sense of accomplishment 成就感 追求的是自豪感 荣誉感 或者是成就感 这个就是他们追求的这个奖赏 那为什么有这种荣誉感 自豪感呢 因为很多登山运动员 在第一次登顶之后 王莫在山顶大声自豪地喊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就是当年凯撒大帝 说过的这么一句话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我来了 我看到了 我胜利了 征服了这座山 这原来是 Judy Caesar 尤利西斯凯撒 在得胜归来之后 到元老院抱劫的时候 说过这么一句话 但原本是这么说的 Vin I Vad I Vas I 咱们翻译成英语 就是I came My soul I conquered 我来了 我看到了 我胜利了 这是追求这种自豪感 容易感 当年咱们中国组织队冲冲亚洲 第一次走向世界的时候 结果丢人 在进总决赛之后 一场都没赢 被剃光头了 有人把这句话就送给中国组织队了 做了个改写 写的 I came I saw I was conquered 我被胜负了 但我们在一般场合 我们可以这么说 比如我们拿到了哈佛大学的陆续通知书 到了哈佛大学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这个也行 那么追求这种感觉 登山的这个成就感 就是对他们的price 这个奖赏 就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那个定义从语 they thought 就像那which they thought 这个thought 来自于seek 就是寻觅 寻找 追求 这个seek 一般过得的时候是thought 英国人都是sought 每个人都是sought try to achieve something 试图实现某个梦想 试图追求某个目标 这个意思 这个seek 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本文中这个seek 就相当于同一行前面的那个 they were looking for 那个look for 对吧 look for不是寻找吗 这里这个seek 寻觅 寻找 追求 是同样的 又是一个同一词的题材 你看the top 换成the summit 对吧 那个look for 换成seek 所以大家看到 在相邻比较近的地方 能不重复 尽量不重复 但知道道理同时 必须都有学问 作为基点 你不会替换 也是枉然吧 这个seek 就是刚才的look for 这个一般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咱们看一些例子 seek refuge 或者seek asylum 这叫寻求避难 这两个词表着避难 都是不可处名词 大声都讲 refuge asylum 当然asylum如果指避难所 是可处的 避难是不可处的 再比如说 seek compensation 寻求补偿 这个东西弄坏了 你得赔我一个新的 寻求弥补 寻求补偿 再比如说 seek admise 征求意见 这个人到这来征求意见了 寻求想得到一些建议 再比如说 the incumbent president will not seek re-election incumbent表示 是现任的 或者在职的 incumbent president 就是现任总统 将怎么样 将不会寻求连任 re-election 就再次当选 不连任的意思吗 寻求追求想得到 可以用seek这个词 注意一般过程 过去分子是sort 甚至我们在一些 征婚启示 征友广告里边 也会碰到这个词 比如说你看 vergal woman seeks scorpio man vergal是出女座的女孩子 想寻求一个天蝎座的 那孩子 这个seek 追求 这个寻觅 想得到 用这个词也可以 后面又加了一个 点击状怡从今 especially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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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